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已經直覺上直觀的看到什麼樣的印象 就是有些部分其實是會直指內心 所以就是待會可能再介紹我的作品 有一些可能是就是實際的看到的實際的風景 那有一些就是反映我可能在生活裡面遇到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們都一樣用名詞 然後不同的風景來呈現這樣子 然後近期的作品常常會是一幅畫配上一首詩 然後包含它的線上好像也是很喜歡寫詩跟讀詩 所以我覺得我也從詩這個媒材之中 發現了很多我們彼此創作的共同性 我是用影像在作詩 然後雅雲不只用靜態的影像 也做真的付諸文字的描述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一次創作 我們一直構想的覺得我們很喜歡的一個表題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講吧 採集每個當下情緒與感官體驗 轉譯為文字、圖像與色彩 那這就是我們在整個旅程 然後包括這一次祖春 就是我們想要以這樣子的方式去延續我們之前的創作歷程 這樣子 然後從我這裡呢 我最近的作品也很喜歡跟我的朋友還有老公 還有很多起碼要一起去爬山 雖然每次爬山我都會哀哀笑一直叫苦一點點 但是每次那個過程中最後爬到山頂 然後會覺得一切都值得 而且我覺得就很像人生的那一段作者 所以我們都是兩個非常喜歡旅行的創作者 然後我們其實都月同選擇用品像師來進入人生中的沿途風景 然後藉由手繪文字還有數位動畫這幾個媒材 從小從圍觀到宏觀 把自我軌跡是我生命軌跡的紀錄轉譯成 當下感動的心中的風景 OK 那繼續 好 那豐田這個地方 然後創辦了一個很棒的實驗場所 那豐田這個地方就是非常特別是 它是日本的三大移民村 那時候日據時期三大移民村之一 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個幾個禮拜的過程 就是有就是我們借著腳踏車 然後還有走路就不同的方式 然後去探索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其實有非常多 就是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 就是不管是遺跡還有一些故事 那因為我著這個部分是植物 那待會會再跟大家介紹這樣 那 然後 然後我們對抗這座山叫老闆山 是這邊附近的 呃的那個 呃 便當店店老闆幫我們介紹 它是一個非常熱心的一個民眾 然後但是我覺得 住在這裡最幸福的就是 最獨家的就是 每天都可以看到這座山的天氣氣候 雲層然後還有日出日落 下雨晴天各種氣候的變化 我覺得就是這是我難得 好好坐在一個空間裡面去 去凝視同一座山的變化 那個當下的感動是非常非常的 心情非常平靜而且充實的 所以我覺得坐在這裡超級幸福 我都考慮要來這邊買房子 那時候就是可以看日出 然後就是 日出 啊早上 早上 早上 對然後就以前就是在 嗯 我是坐高雄 然後在高雄的時候其實都會睡到蠻晚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在這邊五點半就可以起 然後就會上去頂樓 然後看一下周圍的那個風景 這樣 同時一樣中間一條路 比直的到頂端到結束的地方 然後就是一座正對一座山 然後我覺得這樣的 view 非常漂亮 對 然後這是不同時間的 的畫面 但是我都覺得非常漂亮 然後就留下一個大座的對照 然後剛好我們兩個都非常喜歡這個窗外的風景 然後我們也有各自就是寫身 然後留下一次座 等一下給大家介紹 東卻經營在窗牛不死的影像之中 我們兩個都是坐著火車 來到華爺這個地方 然後所以男的真的 因為好久沒有坐 應該說有一陣子沒有坐火車了 所以男的就坐著火車 然後從窗外可以看到 比如說太平洋 然後也看到鄉村 然後也看到山脈 我覺得那種流動的風景就是像電影一樣 然後剛好像西哥 西哥最保養他的場所 他很常在構思靈感跟死的時間就是在車上的車裡之中 然後我覺得這種流動的時間空間的移動 對創作發展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到底直接時間空間 處理在另外一次空間 對 然後像我也很喜歡做家族 大家都知道 那他也常跟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洗腦其實最好的時間跟地點 就是在火車 我覺得汽車有很像 因為你在窗外的風車會一直在流動 所以很容易進入到一個流動的狀態 然後身處在過去跟未來的時空交接處 而且不斷的流動 其實有很多新的ID會一直爆發出來 然後另外有在 埃倫迪波頓的旅行藝術的書上 有看到一句話就是 其實在晚上的火車上 你在車窗 當車窗逐漸變成一面長長的黑色鏡子 我們其實只能看到自己的臉 那意思就是說 你其實可以從流動這個空間中 可以反省到自己 一個斜槓藝術家 其實我多重身份 然後其實最主要有一個 這幾年有很重要的身份 就是我是一位媽媽 然後我怎麼稱呼我自己呢 我右手做創作 左手教書 然後雙腳踏世界 背後還背著我的寶貝女兒 雖然她現在長大了 可以用錢 但是她有事每次叫我要背她 對 然後我自由遊走 在手背跟標書跟數位動畫 跟文字書寫的不同悲才之間 那從台灣多的心理上 到世界各角落 其實我從小 從她的我想來 應該說我旅行的年資已經十起 二十年從大學開始畢業以後 就一直到處去旅行 然後不論是我在之前教書的時候 我喜歡假天出去 然後還有包含這幾年 我跟學校留持平行 然後我也到了世界很多地方 去酒居鎮子 然後偶爾接接一些案子 但是我覺得人生有很大一段時間 必須用旅行來讓自己的人生更充實 到更多地方去談一談 對 那我也在旅行途中 將我看到的景色轉移成一幅幅 失憶的風景 也將人生的重要 賣入驕傲之在我自己的創作之中 對 然後我之前是在 母帝國東還有台中 中當美術班的專業老師 那目前我跟學校辭職了 我做了一個人生很重要的決定 就是我要離開教職 但是我離開教職 我其實還是有很開心 就是我人生有不一樣的路要開始 然後這是我這一陣子 非常重要的決定 對 然後最近我也得 就為了 為了希望未來還是有工作可以做 不同的路可以做 所以我很努力在創作上 所以也來了駐村藝術家這個工作 這個這個歷程 然後也去參加一些比賽 對 嗯 對這是我的經歷 對 下一題 後天混血兒的過程 這是來自李欣萍作家的一個話 然後每一次去混血 就能夠包容力 讓靈魂產生各式各樣的質變 產生一個大量快速的感官交換 所以不是混血兒沒關係 雖然我真的生了一個混血兒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從離心之中 當一個徹徹離底 很不一樣的後天的混血兒 對 就是畫了很多金色的山 應該說金色天空裡面的山 然後我都深處了虛弥山 那虛弥山最早的發想 其實是我那一年去 暑假去吳哥哥屋旅行 那吳哥哥的建築那個古蹟 都是三角形 就是像這樣的三角形 然後這個三角形 後來發現 我發現在吳哥哥還有到很多國家 他們家 他們的店家或是路上的logo 都是三角形的設計 很特別喔 我那時候特別去搜尋各個 看到比如說他們的SPA館啊 旅館啊 餐廳啊 都一定是以那個三角形 不論是以佛塔的樣子 或是用雙手佛 就是縫在這邊 很像在拜拜的樣子 都是三角形的樣子 我就覺得三角形這個印象非常非常的特別 而且三角形在我們以前學美學裡面 在造型構成裡面 它就是一個最穩定的一個造型 對 所以其實我後來去找了一些文獻 跟一些 就讀了一下 就是我從 因為吳哥哥是佛教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古蹟 然後它其實 吳哥哥有很酷的地方 就是它的樓梯 原本樓梯非常非常陡 陡峭到我覺得大概有70度的陡 根本沒辦法是人 就自然的走 根本不符合人體工程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古代這些人 會做一個這麼這麼這麼陡峭 而且你必須以狗爬式 就是應該說你手腳併用 必須用爬的爬上去頂端 當然現在我們在旅行 已經不用這樣子 他們幫我們蓋了一個 比較和緩的一個鐵梯子 但是還是有人摔下來 就是之前前幾年也有很多 呂時刻從那邊摔下來 然後我就對於這個 他要爬行 對這樣子 要很崇敬的 爬上佛塔頂端這件事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要你非常崇敬 跟從 非常的謙卑的 像狗一樣 可能不是這樣講 但是 我覺得我自己的感覺 像非常謙卑的 從進去爬上去 所以這一趟旅行 給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對於這個 過去的建築 為什麼會這麼做 有很重要的一個 啟發 對 我在美國有爬山 然後在台灣 在很多地方都有爬山 當然不是很厲害的 超級背包客 但是 呃 也是很長 就是 哀哀叫的背包客 但是呢 我還是非常非常 enjoy 就是單上山頂的時候 一切辛苦回來 然後覺得很幸福的那種感覺 呃 這是在美國 華盛頓州 一個很美的東西 很像台灣的嘉賓舞 對 但我覺得它很美 而且我去 也是清晨 四五點起來看日出 然後就是粉紅色一片 就是超超超超美的 對 好 下一張 那年戲一個小木屋 那小木屋 那小木屋有一百多年 然後都是每個登山可 他們都會在那邊 住一晚 然後就等四五點的天亮 的日出 然後那個木屋 就四邊都是透天 那不是就是 落地窗 你就可以這樣 像這樣四中四山包圍著你 無敵美的一個景 雖然很辛苦 要爬 爬一天啦 但是 但是我覺得很美 然後 對這樣子的印象 更加深我想為這個 而做一些創作 好 下一張 那時候百年 孝心去爬了玉山 那年也是 我覺得我們學校 做了一個很酷的壯主 就帶了 我不知道有一百人 但是幾十人有 帶了學生 我們還先去訓練 然後去什麼 啪啪家訓練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帶一群 師身上的時尚的玉山 當然不是所有人 都是登頂 但是 那個 對於 玉山是台灣人 心中的聖山 我覺得是無庸置疑的 而且 我覺得這是一個 人生一定要 就是 就是一定要 有機會 一定要上去的地方 創作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 遜明山其實它原本是 佛教 其那教 然後印度教裡面 宇宙中最高的神山 這是日月所 所 日月 應該說是 印度眾神的居所 所以其實它很算是 我把它再轉化一點 我覺得是心裡 心中的 重要的一個聖山 然後也按照 人心靈衣櫃跟 人生旅途的巔峰 然後我對 剛剛說的三角形聖山 的意向特別有感 所以我後來就做了 一系列的三角形的 將聖山的 虛擬山做的 那我覺得 無論 一路上爬山的歷程 就像人生一樣 那 不斷往上爬 無論高高低低 種種的考驗 都是在追求 心中那座聖山的巔峰 對 那座聖山的 作品已經 這是近期的幾件作品 然後這就是 剛剛的玉傘 台灣玉傘 然後我畫這個山 主要每一材 是用籤字筆 其實就是很常見 你們看到那種 遊戲籤字筆 然後但是 我在山後面 我當然加了一個 因為 我覺得有宗教一點 我想要有宗教神聖的氣息 所以後來我還是選了金色 然後放在後面的天空 然後我就自己 試著 試著這樣畫得出來 就是還蠻能 呃 表達出一種 比較審慎的 莊嚴的狀態 然後 但是山的後面 有一些鐵 鐵絲網 其實是代表 就是人生有很多 價值的束縛 就是 那個價值常常 其實就是自己給自己的 然後我放在這邊 就是 那個山其實代表是 人想 期望的夢想 但是後面所 枷鎖 跟一些鐵絲網 提醒了自己 很多時候 其實都是自己在 我自己 對 我那時候在宗教所 做了一個小品 然後其實只是一個小板畫 但是 我那時候一陣子有 很常一陣子 是用著台灣的鐵窗 因為我覺得鐵窗 從窗外看東西 因為我從小住都市 然後所以我家 就是從很便行的台灣 這鐵窗 冒出去的風景 那我就用這鐵窗 當做一個人生的束縛 然後把我心中看到的 三角形的 不管是都市 構成三角形 或是我去爬玉山的那座玉山 或是我在 比如說最下面的是 南機場 我小時候有住 就很常問南機場 就是台北市望華區的南機場 那邊就有很多老的國宅 我對那種老國宅也是很有趣 很有興趣 那我有一陣子的作品 都是從那邊去發想 所以最早時候那些鐵鍊啊 或是鐵窗 都是從這裡出發的 對 然後也是做了一個很愛的小品 對 那一樣也是做這個山 所以我一直在嘗試 可以怎麼去釋出不一樣的 我想要那個 很簡單 但是很崇敬的那種山的樣子 對 下一張 來 這也是我去 我跟亞雲 亞雲帶我去高雄的 嗯 國貌市 國貌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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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我剛好也是我跟他一起去的 國貌新村是我好喜歡的一個國宅 台灣的老 呃710年代的國宅 然後它有很密集的 呃圖騰 就是我覺得那個那個單位 密集的單位的建築很像圖騰 然後也有好多就是鐵絲網 呃應該說鐵鐵 鐵 嗯 就是鐵窗 然後我覺得那個花樣已經變成是一個 是一個像花樣一樣的 一個花庫這樣子 嗯 就不亂的再發 就不亂的再繼續畫 然後很幸運 剛好前一陣子參加那種 一起加油那個線上的 的那個活動 然後作品還頗受好 然後我就覺得有被鎮鎮強一下 然後我覺得那陣子 就應該是那陣子其實幾個月前 我就很拼命的一直畫 那但這幾個作品都是前一陣子的作品 然後 讓我更有信心距離再往下畫下去 對 做不同的構圖 希望可以試出不一樣的 一個三角形的 然後像一張 然後或是去描繪不同的山 然後有的山是自己 自己生出來的 後來我畫的山不一定是看什麼照片 不一定是我去爬過山 有時候是我自己 這些山的石頭自己平屬起來的 對 然後也試出不一樣的構圖 對 好 然後比如說長的 因為最早說喜歡圓形 我覺得圓形很陶石 就是一個像 像東方印象裡面天圓的地方 圓形是一個非常穩定 然後再配三角形 是一個極度穩定 而且 讓人就是心情很相合的一個構圖 好 然後 再來就是 有一個機緣 就是在幾年前 大概是 2018年 2017年那個時候 我就是 那時候我生小孩 然後我就在家 我就想說 身為孕婦 不可以耍廢 然後我就 認真的看有沒有什麼比賽 很老實說 其實我那時候就只是單純想參加比賽 因為我覺得 想要脫離題之外 想要闖出一片天子的來 所以我還是想說 去參加比賽試看看 然後 那時候就參加了 夏天山文創藝術獎 然後 很幸運很幸運的 我那時候參加動畫 動畫類的比賽 拿了那一年的手獎 然後拿了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獎金 但是那個獎金是例外 就是 是額外的一個bonus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他給我自己 對於 肯定自己在這條路 跟創作上 有一點搶心爭 那我們可以探銷的動畫 然後當然動畫這個部分 技術的 這個能力 其實之前都一直有在做 我覺得我們 平時還是有做設計 所以其實對數位每天 還是有 有熟 所以 也剛好藉由這個比賽 我重新把 數位動畫 A After Effect 這個軟體 再再重新 溫習了一次 然後 你也可以看到 其實我就是把我原本 靜態的畫面 把它動起來 所以就很像我今天說的 就是凝結 流動之間的影像的石 就是沿途風景 就是 其實我的作品都有靜態的狀態 以及動態的 然後 所以 我後續又做了一些動畫 然後 其實都是 在把我 是不是現在還沒講完的東西 繼續講 所以 請看一下 包含了很多 我想講的話 其實最主要是 想講我 人生一路上 其實 在學校教書 工作 然後還有從小 爸爸媽媽 期許我可以當一個 好的老師 然後我也真的 就是 比如說 考上師大學 而且我小時候 我小六年級的 畢業經驗冊 那種小朋友寫畢業經驗冊 寫給同學畢業 我的夢想就是要考上師大美術師 那時候的美術老師來說 加油加油 然後我真的後來 真的有考上這個學校 然後我也當了老師 然後我也考了一個 很棒很棒的學校 公職的老師 但是其實我中間還是覺得 中間很多數字 然後還有很多評價 以及人生的一些 對自己價值觀的 捆綁 所以其實在這個創作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對於成功的定義 人生成功到底是什麼 所以就是 從這裡 我用動畫 然後用很多音樂的東西 每一幕都去寫了 呃 我看待這個世界 然後還有很多人 都有同樣的想法 你的舒服 你的價值觀 那我希望大家 就像爬那座山一樣 呃 一路上高高低低 你想要追求人生理想 雖然有時候常常 把自己搞得蠢 浑身是傷 但是 就是 別忘記自己 呃 心中就是 最期望的自己 對 對 還說沒什麼 可是對 我們不是住花園人 我們覺得有這樣的景色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心情可以非常非常 不一樣的變化 對 然後北京可以看到他的日月星辰 在變化 然後我有一小孩 我帶著他一起來 哦 對 我帶了一個小孩來住村 這是一個非常瘋狂的事 我非常瘋狂 而且我還找了一個 在這邊認識了一個媽媽 幫我 偶爾就是下午的時候 可以幫我照顧幾個小時 我超級謝謝那個媽媽 就是 呃 謝謝 呃 萱萱媽媽 對 然後 呃 我女兒 是一個很直接的一個小孩 他才快三歲 他每天我們跟他就是騎著腳踏車 我們在 就來這邊 在禮拜的期間 然後我們最喜歡就是下午 傍晚 沒那麼熱的時候 然後還有就是晚上 那一段時間 我們騎著腳踏車到處繞一繞 然後我女兒 心情超好的時候就會唱歌 我女兒是沿路一直唱 唱她自己自創自編自導的曲子 非常可愛 然後 從小孩子的心情就會感到 然後 就是一個空間 對她來說心情有那麼的自在跟快樂 就可以知道這個地方 對一個人的改變有多大 但我知道花蓮人可能 不一定會這麼強烈的那個反應 但是我覺得對於我們 比較從小身上在都市的人來說 覺得這絕對是未來 一定要來這裡養老的好地方 對 好下一個 當然就是也很可貴的 可以去擷取你的素材 然後當然我們也就是在這個 每天看到那個景色裡面 畫了一座山景 然後那前面那個山叫做老腦山 對 然後我們也有利用這個速射期間 然後爬到上面 沒有到最頂端 因為最頂端還蠻累的 那我們就爬到中間山 要有一個土地公廟 那旁邊有一個很有名的民宿 叫做梯田山民宿 你就在梯田山民宿旁邊 眺望了整個花東中 一小段的花東中 我們覺得非常非常的平靜 已經漂亮 花蓮豐田的老腦山這邊 然後長到了很多山 因為就是之前在畫山 很多山其實在很多時候 是沒有時間真的去跑去看 所以利用這次住村的時間 就是我特地選了花蓮來住村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裡有最取之不 就是永遠就有滿滿的山跟海可以看 然後我覺得是可以 在我接下來的創作裡面 有新的不一樣的構圖跟發想 對 往下 住村的那個空間裡面的房間 其實常常就是 我女兒趁我女兒在睡覺的時候 通常已經是九點十點以後 我把我女兒哄睡了 然後我再爬起來 繼續畫畫 就坐在旁邊畫畫 然後其實大部分時間 白天就是 跟小孩不斷地搏鬥 所以這是如果你 如果你認為是一個媽咪的話 你一定很能體會就是 其實你有很大半的精華時間 都要貢獻陪伴小孩 對 然後我覺得 這也是我人生重要的一個鍛鍊 磨練 很多時候這個燈其實都是暗的 然後只有這個台燈是亮的 因為就是艾淳 她必須要等她女兒就是 九點多或者是十點睡完 就是睡著之後她才可以開始畫 所以其實這邊大部分時候都是暗的 她才有辦法就是真的專心坐在這邊 這樣子 對 就是 就是要煮飯然後洗衣服 然後幫她弄尿布 然後整理各式各樣東西 然後讓小孩就是餵飽她 就是她真的就是 左手就是做完尿布 然後右手她畫筆這樣子 對 時間有多麼寶貴 所以我想你應該非常懂 什麼叫做在短暫時間做好最大的精神 最大的效益 不論是哪個方面的效益 我就希望可以 不要因為身回媽媽的這個角色 而讓自己錯失了一些人生的機會 這是我對自己最大期許 對 下一個 我女兒就是騎著腳踏車 然後我還蠻厲害的 就是因為住村的單位 他們有提供我們腳踏車 但是 我帶我小孩怎麼玩呢 我就是還去買了 網購的腳踏車 就是小孩子的腳踏車的椅子 然後她可以跟著我一起騎 然後我女兒非常享受 就是一起去騎腳踏車在田野間 因為她沒有這樣經歷的歷程 所以她一路唱歌 我都覺得那心情超好的 我覺得就是是我跟我女兒人生裡面 應該很難忘的回憶 而且我覺得就是她 她現在會說這是花蓮花蓮 那就是她對人生對花蓮的第一印象 就是這麼美好 對 她貢獻給在地花蓮的應該 就是我覺得這個住村的這個經驗 也有帶給我小孩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對 要謝謝妳們 然後我出來衝出來 然後我女兒都會說 啊那個狗怎麼這麼喜歡我 就是很可愛 因為她不知道那狗為什麼那麼愛她 一直追她 然後我一直在那邊尖叫說 拜託救命啊 因為她真的要咬我 我真的有點害怕 對 反正就是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在住村這幾個禮拜 就是生活超級單純的純粹 其實沒有想太多 因為我們就要趕快在山洞裡面 趕快伸出一堆作品來 所以就是創作 然後睡覺吃飯煮飯 然後然後還有就是去騎腳踏車 然後去某些點去踏點 然後去認識人 跟他們聊天很主動去跟他們聊天 然後很幸運的是 這邊呢也非常樂於跟你分享 因為人也不多 所以那邊人也不多 所以他們很熱情的跟你分享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我們會認識哪些挺酷的人 對 然後我們就是也是一位 很棒的原住民藝術家 然後他也開著車帶著我們到處去逛逛 然後往下 對 然後我們也拍了很多看到的照片 因為我們也太好 拍漂亮的照片 天啊 這麼近的距離 就可以看到這些山 一定要好好把它記錄下來 我想到以前我們很久了 就以前應該說 在人還沒有照相機之前 為了要記錄一個景 一個很漂亮的景 必須花 比如說花好幾個小時 把一個圖畫下來 那他用多少時間去描繪這個一山 就是每個山線 每個花一草一木 他花了多少時間在看這個東西 可是我們現在只能只花 零點一秒 那一剎那那個快門 就這樣拍完就走 我覺得我們現在 沒有太多時間 好好去欣賞一個真的很漂亮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創作也是一個很好的提醒自己 好好去凝視你該看的東西 對 對 海灘 因為我想要畫那個清水斷崖 然後所以我這邊就畫了兩幅 就是清水斷崖 我想要畫一些海以及山 還有就是站在一個島嶼邊境的感覺 對 好 下一張 這個放在我自己的作品之中 對 然後就我們就是繼續畫 然後就是做了一些創作 然後我剛好也有把作品放在現場 對 然後剛好最近我會有一個展覽 九月在台南會有個個展 然後所以我這一陣子做的作品 也會有一部分都會在那邊做展出 對 然後就是我們在畫畫的過程中 其實也很日常 就是比如說我坐在書桌前畫畫 好像也沒什麼特別不一樣挺酷的場景 但是就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 其實就是一個媽媽藝術家 其實就是在一個小角落 一個開著一個小夜燈 然後在那邊畫畫 那就是最真實的樣子 有時候我就開著筆電在做東西 有時候是畫畫這樣子 就這樣子不斷的交替 不同的美材交替 但就是都是利用一個非常寶貴的 小孩睡著的時間 然後去做 然後心可以沈下來 心沈下來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跟小孩搏動 你就是一直在跟他嬉鬧 然後一直跟他就是煩 他一直在煩你 雖然很可怕 但很煩 但是所以那個對比感覺 會新奇的感覺會特別強烈 所以我也很謝謝我女兒 讓我有更多時間去反省 身為一個藝術家 你感覺要是怎麼樣子的 身心的狀態 對 然後 然後上一張 對 然後我每次騎車 因為我帶小孩去 去保姆媽媽家 然後我們傍晚回家的時候 每天都會看到這座山 然後從巷子裡面 就會對往那個山 然後有幾天的時候是下很大 又快要下雨 然後就是 這張照片拍不出來 那個看到的頭派感 就是雲雨 雲雨欲來 然後瀑布 就是那個 這邊在電動說 山就是雨天的時候 瀑布會跑出來 你會看到幾條線 然後那個就是雨天的時候的瀑布 然後我就覺得 哇 我終於看到了 而且就是雲山 山藍環繞 然後 山的形狀還依稀可見 我就覺得 好像 就是很經典的國畫裡面 才會看到這種 這種場景 非常非常壯 壯 而且你靠著那個山 非常非常近 所以這個祝聖點真的很棒 就是它靠山很近 你可以很近 近距離去欣賞那個山的壯樓 對 好 下一張 雅雲可以等一下介紹比較多 因為它對這些空間的 我們在那邊認識的人 注度的更多在它創作之中 然後比如說我們認識了豐田車站 豐田這地方最有名的五味屋 然後雅雲要不要分享一下 這是一個五味屋 就是它是日式的建築 那其實就是他們好像以前就是 從日本那邊移民過來 有很多是像北海道就是雪國那邊的人 所以他們就是把那個屋頂 他們就是蓋的比較斜 就是延續他們那邊的傳統這樣 那五味屋它很特別 就是它是一個東皇大學的那個 顧雲君老師 然後他就是在那個地方就是 辦的一個五味屋 那它其實裡面就是一個二手商店 那二手商店它的營運者 非常非常特別 就是一群小孩 國中生然後高中生 那他們平常就是去那邊 就是把台灣各地 就是大家可能有多的物資 然後把它捐過去 然後他們就是把那邊的東西整理好 然後把它上架 那上架就是讓大家再去選購 那因為老師他其實在這個地方 已經耕耘了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就是非常非常珍貴的時間 然後他都把它封獻給 就是豐田這個地方 那因為老師當初的出發點 是因為豐田這邊其實很多小孩 他其實都是隔代教養 所以他們其實下課之後 他們其實沒有地方可以去 那所以就是他希望就是這個地方 是可以讓他們就是有一個地方 比如說可以讓他們寫作業 然後就是可以學習一些東西 那他們也是在買賣的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從這個物件 然後認識的就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的東西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地方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五位屋的一個象徵 所以我後來就是有把五位屋這個一項 就是放在我的這個作品裡面 然後待會再跟大家介紹這樣子 兩位就是也是東廣大學的教授 那他們這個其實五位屋就是 顧老師他在這個地方 他其實成立了大概十 我不好意思 大概十四個據點 那十四個據點就是 就是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露天電影院 就是他們新 新成立的一個地方 然後是非常好 是就是這兩位 這其實是 這個東華老師他們自己的房子 那他們就是提供出來就是讓 就是豐田這邊的孩子 他們如果想看電影就是可以來這邊看 那如果有一些人 他們可能就是需要有住宿的地方 也可以來這邊 然後剛好老師就是邀請 就邀請 就邀請我們就是一起去參與 這邊的一個餐會這樣子 對 對我們就一個人畫了一座山 我畫了一座山 畫了幾朵花 嗯 這是什麼花 扶桑 扶桑花 對就是反正他說 欸你是藝術家 欸來來來來 你們幫我揮好幾筆 有你們的加持 這個畫會更不一樣 然後我就問一下 欸就過去 然後就啊好好好 然後就跟醫生 回鄉來就是幫忙這樣子 那就是把這邊的文史資料 其實做的是 非常非常的健全 那這邊 嗯 也要非常非常感謝就是 牛黎協會 就是一位 像楊富銘先生 就是 嗯 因為我們去拜訪他 然後他提供了很多 就是當地很多 就是第一手的文獻資料這樣子 其實就是一家便當店 但是他其實一個小說 就是便當店老闆超熱情 他跟我說 你們從哪裡來啊 就說我們是什麼什麼什麼 藝術家什麼的 然後說 哦你是放花的嗎 什麼的 然後他就給我們介紹了 他的那個 就是他曾經也是做 風田玉的一個 他的便當店後面 有一個小小的代工 代工的小工作室 然後我才後來 我們去查資料的發現 就是民國七十年以前 那邊是有 就是風田玉很盛產 然後幾乎人人每家都 家裡都有類似像磨石頭的這樣子 代工的機器 那他其實還保留著 然後他的那些玉石還是有持續 他可能還有在做 雖然他家一半在做便當 但是他還是很熱情的跟我介紹 他過去做的 嗯 就是風田玉的首飾啊 然後項鍊啊 各式各樣的 他磨玉石的這個東西 然後你看他這個過去的那個 時代的眼淚 時代的小縮影 嗯 小小的木頭做的 我就最近有在試著 畫在不同的宅體上 除了在畫布上 也希望可以畫在木板上面 然後 嗯 其實我的作品 其實未來希望可以走 像就是 像中世紀碧壇 那個 攜帶式的小小的祭壇畫那種感覺 就是我很喜歡這系列的作品 就是中世紀的作品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的山 很像是 就是從 就是像是一個 心理崇敬的一個 心人寄託的一個圖 然後我覺得跟過去 中世紀大家 對於宗教的那種 一種崇敬的心態 然後有的人是隨時 攜帶一個小小的 比如說 聖母 聖母馬利亞的那個 近來畫的像像 然後我覺得那種狀態 金色的小畫 放在身上 非常可愛 然後我也希望 我的作品 也有一系列可以這樣去發揮 那目前是還在創作中 所以 希望未來可以做出不錯的作品 對 在這邊畫的期間 然後捕捉一些山景還有一些景色 然後尤其特別是 我每天我望那個 剛才說的那一片山 然後我從窗外往外看 山的雲在飄移 很緩慢的飄移 然後下面的車子 比如說農舍 比如說農門的車 在移動 然後過游在走路 都是非常非常能辦法在移動 但是整個世界都在滾動 但是以非常慢速度 所以我希望會 未來會把這樣子的畫面 然後放在我自己的創作之中 但是因為我們駐車時間 比較短比較密集 所以這個作品會在之後 我的展覽裡面會在做發表 還有就是我會繼續在參加比賽 那也就是敬請期待 對 我們先讓雅圓 我會說 我會想你的 嗎 我會想你的 來自我的 在雅圓 都是沒有 沒有一次 是 我會想你的 最小的 我會想你 發表 那一間 那一間 可以 我會想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